小灯塔 嗨 小朋友们好呀 我是小仙官皮皮 话说 朱仙镇被破后 江子牙等人又来到了川云关前 眼看离昭哥越来越近了 可黄飞虎等人 却在攻打川云关时 被守将徐芳给抓了去 而更糟的是 江子牙的老对手 吕越也来到了川云关 原来啊 上次在西齐城下毒失败后 这吕越一直觉得很丢脸 于是找上门来报仇了 很快 吕越和他的师弟陈庚 就带着一队兵马 来到了周国军营前 江子牙 我来布个阵 你要是认识这个阵 我就当场投降 你都输给过一次了 还敢来 那好吧 你尽管布阵 于是 吕越和陈庚又忙活了好久 终于布好阵 江子牙 江子牙带着手下们来到阵前 看了又看 突然 他想起一件事 师父曾对我说过 我会在川云关 遭遇一个叫温皇阵的劫难 难道 这就是温皇阵 江子牙虽然认出了这阵 却不知道破阵的方法 就在这时 一旁的杨简 眼珠一转 有了主意 他决定 为江子牙 争取一些时间 顺便让吕越出出丑 于是 他上前对吕越说道 这不就是温皇阵吗 我看这阵也太简陋了 你再去玩上玩上 布置好了 我们再来破阵 吕越没想到 杨简他们 竟然知道温皇阵 这下 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虽然暂时唬住了吕越 但没找到破阵办法 江子牙等人 还是很发愁 就在这时 江子牙的师兄 云中子来了 他对江子牙说道 师弟 想破阵 你就得入阵受难一百天 这都是上天的安排 你就放心地去吧 时间一到 自然会有人来救你的 师兄啊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猜猜这会儿的吕越在干嘛 他呀 还真去玩上阵法了 只见 他将二十一把温皇伞散开 布置成九宫八卦 又在中间 升起一道八卦台 挂上各种符印 把温皇阵 做得阴风阵阵的 第二天 江子牙来到阵前 一番大战 吕越故意引江子牙入阵 江子牙也不怕 骑着四步向 就入了阵 只见吕越上了八卦台 将一把温皇伞 给江子牙一盖 把它给收在了伞里面 哎呀 这下哪吒他们可气坏了 但这吕越 脚拔得很 整天锁在温皇阵里 大家也拿到没办法 而这时 徐芳也没闲着 他安排了一队人马 把黄飞虎等人 送往昭歌 准备以此 向昼王请功呢 也就是这一天 清虚道德真君 找来了他的弟子 杨润 这杨润啊 长得可吓人了 他的眼里 长了两只手 这手里 又长了两只眼 不过 他可不是坏人 当初 正是因为 劝昼王不要修路台 他才被挖掉双眼 丢了性命 幸好那时 清虚道德真君 把两粒仙丹 放进了他的眼眶 救活了他 可是从此 杨润的眼睛 也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而这回啊 清虚道德真君 给了杨润 一杆飞电枪 一把 五火神燕扇 还有一匹 坐骑云霞兽后 就让他下山了 原来啊 这杨润 正是云中子口中 哪个上天安排来 破温皇镇的人 杨润 骑着云霞兽 刚飞到一半 就遇到了 被押往昭哥的 黄飞虎等人 于是 他三两下 就救下了他们 几人又商量好 等周军攻打 川云冠的时候 黄飞虎就带人 折返川云冠 一起进攻 接着 杨润来到了 周军大营 可他这副长相 吓坏了 看门的士兵 他连忙解释道 别误会 我不是坏人 我是来为武王效力的 云中子见到杨润 却十分开心 你来得正好 距离江子崖入镇一百天 只剩三天了 果然 三天后 杨润就骑着云霞兽 挂着无火神燕扇 拿着飞电枪 来到了温皇镇前 吕月 快出来见我 吕月一见杨润 就被他的模样 吓了一大跳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清虚道德真君的弟子 杨润 我今天 是专门来破你的温皇镇的 你一个小道童 口气倒不小 说着 吕月一剑向杨润劈去 杨润忙用飞电枪倒 杨润 两人刚过了几招 吕月就转身 跑回了温皇镇 可杨润才不怕 直接就冲进了镇里 这时 吕月已经上了八卦台 他手一指 一顶温皇仔 就向着杨润飞了过去 杨润却不慌不忙 拿出了无火神燕扇 呼呼的一扇 那温皇伞便瞬间燃起大火 化成了灰烬 而杨润还不满意 又呼呼呼的扇了起来 很快 所有温皇伞都被烧煤了 陈庚一看 气坏了 他拿着剑向杨润冲去 可才跑到一半 也被杨润烧煤了 吕月见大事不好 转身就要逃跑 杨润发现后 追上前又是几扇子 这下 连吕月和八卦台 也都被烧成了灰 温皇阵就这么被杨润轻轻松松破解了 大家赶紧进阵 救出了江子牙 几天后 养好身体的江子牙 开始指挥大军 进攻川云关 关外 有杨润 哪吒 雷震子等人一起进攻 关内又有黄飞狐等人响应 很快 川云关就被拿下了 这就是 杨润神善散温皇的故事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杨润的五火神眼善很厉害啊 我善 我善 呜呜呜 皮皮 我的宝贝可不止五火神眼善哟 瞧 还有这把飞电枪呢 啊 这枪有什么特别的吗 当然了 你看 它不仅会飞 还能变长变短 变大变小 变化无穷 哦 太帅了 我一定要记下来 据说下一集啊 江子牙他们 会遇到五个本领高强的兄弟呢 想知道胜利的是谁吗 咱们下回见 拜拜